經過了時尚最長暑假 各級學校終於在9月1號正式開學 吉安鄉公所也做足了充分準備 除了安排清潔隊提前到校園以及周邊 展開環境全面消毒作業 也替874位國中小入學新生 準備了新生入學禮 期盼學童們都可以在安全無餘的學習環境 快樂成長 五彩繽紛的小書包看起來活潑又可愛 這是吉安鄉公所今年度要送給國中小學 入學新生的新生入學禮 但由於目前防疫仍然維持二級警戒 公所為了減少群聚感染的風險 選擇了不入校園由校長轉正祝福 我相信孩子在停學之後呢 充滿了滿滿的這樣的一個欣喜跟喜悅 要來準備做學習 吉安鄉公所這兩年來 我們為新生入學的一年級來製政開學禮 我相信每一個學校 無論是國中小 師長們都是認真的在鋪陳每一個教育的環塊跟工作 今天我們把開學禮送到吉安鄉近的國中國小的校長們 來為孩子鼓勵來為孩子打氣 希望他們在學習的每一個氛圍都能夠很順利平安 2號上午吉安鄉內三所國中及八間小學 共11位校長全員到齊 在公所前舉行了入學禮頒證儀式 鄉長優蘇貞也與校長們同心發想 紛紛背上小書包展現通趣的一面 開學路 這個折疊書包我們是在8月26號 新生訓練的當天發放給學生 那在沒有先告知的前提之下發放給學生 所以學生當天拿到這個書包之後 他們都顯得非常的開心 吉安鄉今年度新入學的國中小學生 共有874位 由淑貞表示入學禮不僅是見面禮 更是代表著新學期新環境 給孩子們全新的期許與祝福 相信吉安鄉最認真專業的教育團隊 無分國小國中 無分富裕或貧窮 都會堅持著專業進行教學 將最適性的引導與健全的人格發展 永續實踐在每個校園 記者 許立芹 吉安鄉報導 quanto bebасти 5分比方 集會 有人 會 Woo!